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講講Voldyvon 旭德鋒 全歐洲最大的電訊供應商 他在2022年上半年的業績 都算符合分析員和我自己的預期 要解釋清楚 就不是說他英俊 只不過是預料他醜 在這個情況下 就不過不失 所以股價在這個美國預托市場 上回16元以上 Equipment 加上Service Revenue 收入就上升了5% 如果你單算Service Revenue 就上升2.8% 去到19Billion 反映了基本盤有一個輕微的上升 同一時間 在COVID之後 很多人就要換手機 所以 upgrade的情況 就比起基本盤 是相對來說 次熱 雖然 之前分享Worges 也有說過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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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人世 但是 但是 你轉了手機 通常 有些計劃 去綁死了你 這個就是真正的中誠 如果分佈來計算 不同的國家 它的增長動力 主要來講 都是來自非洲 尤其是非洲的訂閱人數 又或者是每個客戶裡的平均回報 都是上升得好過歐洲 Penetration方面的滲透率相對較低 以致到未來都會有一定的增長 再加上 競爭力相對來說 在那些地方就會好些 而這個的歐洲方面 比較上是過度競爭 如果你看回不同的國家 例如意大利 甚至Revenue有所的下跌 又或者英國 雖然Revenue輕微上升 不過EBITDA margin 都是非常之低的 講起EBITDA Adjusted EBITDA 7.6 billion 上升6.5% 都算是OK的理想 剔除了一些收購合併上的影響 當然 這個margin 也都輕微上升 由32.7% 去到33.6% 雖然這個margin 比較起Pre-COVID 有40% 仍然是遠遠瞬息 也都估計在未來兩年 都未必可以回上去 原因很簡單 5G的投放又大了 變成了前幾年 你的國的 Depeatiation 和Amortization 都會加大了 雖然 他在講的 已經比起 2021 他的2021 已經是 少了一些 Depeatiation 和Amortization 以至到 它的margin會輕微上升 這些都可能已經 Price in 不能夠去到 Pre-COVID 的水位 再加上 剛才講到 競爭 各方面 令到 他回不回上去 原因 接著 Adjusted Earning Per Share 去到 四毫九指 上升了 23.7% 如果你不計 特殊的 稅務優惠 各方面 所以 計算 Adjusted 接著 Operating Cashflow 去到 6.4 B 上升7.4% 不過 因為 今季 他 就在 這個 派息 股票 回購 各方面 都是 加大了 力度 以至 Adjusted Fee Cashflow 就 只要是 Break Even 而且 他的 Debt Ratio 借債方面 就 因為 自己又不是 賺得多錢 但是 就派軌出去 以照 他的Debt 就升了 9% 由 今年年初 去到 44.3 B 但 他沒有任何 Cashflow 沒有任何 驚喜 公司 也輕微 調整 Adjusted Ebita 上升 由 15.2 B 全年 到 15.3 B Cashflow 也輕微 調整 由 5.2 B 到 5.3 B 這隻股票 就 沒有任何 驚喜 存在 不過 就是 undervalu 無論是 因為 covid的緣故 又或者 是因為 脫歐的緣故 再加上 歐洲 整體 宏觀 經濟都不見得 帥仔 也不見得 會在短時期 走出 陰霾 唯一的驚喜 就是 非洲 會好 而且 增長 步伐 也相對 比較強 在這個 情況中 假設 市益率 可以回復 18倍 再 計算 比較大 Discount value 仍然 值 21 美元 現階段 都算是非常吸引的水位 所以 我仍然建議 去買入 不過 是一種 比較波動 和比較不確定的高風險 特別特別 現在 歐洲那邊 我不知道是 Winter is coming 還是 疫苗的抗菌能力弱了 還是 有一種 還未提到的 變種病毒 還是 什麼 在德國 荷蘭 這些地方 甚至乎 瑞士 確診數字 都在上去 也有 不同的國家 都 再開始有 落單的措施 除此之外 美國 他的行業 並不在美國 不過純粹在說 covid 情況 之前 經常和大家說 10萬 新增確診每一天 慢慢回落 剩下7萬 但是 昨天的確診數字 又上回84 加拿大安省 之前跌到300 現在 曾經升到600 今天 接近500 490 幾個位置 都是 不理想 以至 真是 如果在covid 裏面 那個 Telecom 服務 會受到 一定的影響 的時候 Vutifont 也 可能 會受 有些 衝擊 而這些 都會影響到 他未必能夠 達到 Target Price 這些都是 需要 去注意的地方 同時 分析這間公司 亦都能夠 幫我們 作為一個參考 去看看 和王帝市出 全年業績 的時候 究竟有多漂亮 因為這間公司 和他覆蓋的範圍 某程度上 都有很多 銜接 在當中 可以作為一個 借鏡 今天分享到這裡 再帶頭盔 講 純粹是我自己的分析 意見 和 股票操作 你自己的股票 要自己研究 自己投資 自己買 和自己負責任 是非常之重要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巴拿套